現代醫學 現代醫學是什麼 現代醫學就是跟過去的各說各話 各品經驗 變成今天我們講什麼 大家都可以溝通 現代醫學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延長人類的壽命 所以從二戰前的大概四十多歲 所以已經延長到幾乎八十歲 所以等於是一個人活兩個人的婚 我們是很成功的延長的壽命 但是我們要延長到什麼時候 現在醫學其實走到一個困境 你要維持這麼多人的健康 你的資源從哪裡來 當你沒有年輕的朋友加入的時候 你這個社會就完了 台灣就是最大的問題 三十年前左右 台灣一年還升四十二萬 現在一年不到二十萬 是八九萬勉強 沒有人就沒有醫學 人類的生殖是 這個有選擇的 那因為有這個選擇 所以才有很多的 所謂的生殖醫學來出現 基本上從什麼是人類的概念來看 它就其實是最重要的 就是把小孩子從肚子裡面生出來 但是實際上 那當然要經過九個月的懷孕 對不對 但是生產這一關是一個 對人類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關 為什麼? 因為人類的頭太大了 那個頭會造成什麼? 難產 現在胎兒已經變成一個病人 過去他是附屬於媽媽的一塊肉而已 但是沒有他現在就是一個患者 朝暈坡 總有種方法去給他做診斷 然後有一些病 也許我們可以預防啊治療 生命的意義 在創造宇宙季極的生命 你拼死拼火要活下去 就是為了要 你自己 self preservation 我一定要活下去 目的就是要什麼? 傳宗接待 就是要創造季極的生命 這個只要創造季極的生命 和 Typ計劃有啥 腦裡的進展 這個項有什麼一 awhile 就成功了 學生的目標 再吃一 colabor